请友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挑这个指法 那么挑是食指的初旋 食指初旋叫挑 前面我们讲了勾的指法 勾是中指的入旋 那么食指初旋这个叫挑 挑的指法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需要大指的辅助 也就是说当你做挑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把大指放在食指的一关节和二关节之间的这个位置 放在它的旁边 放在旁边的作用是 保证了食指这个挑的动作运指的方向 永远是跟弦垂直的方向运行 就防止了它的左右的这种游移 给它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 但是大家要注意 所以这个大指不能放在它的下面 放在下面你会 你妨碍它的运行 是放在它的旁边 放在它的旁边 给了它一个限制 不要让它左右的游移 那么放在它的旁边 做出来一个像凤眼一样的一个孔 是这样一种动作 所以在挑的时候 是这样一种动作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勾的时候 手要保留在悬上 在弹之前 那么挑也是一样的 这种手指在悬上的停留 我们管它叫保留指 保留指的指法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将来弹曲子的时候 弹练习曲用上了左手 当一旦左手开始用上了以后 那么我们眼睛就要看左手 是不看右手的 而你这种保留指 就是时刻保证你 对自己的手指跟琴旋的位置 做到心中有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古人把这个叫做手不离旋 古人说手不离旋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就是因为古人经常放在腿上弹 当你把琴放在腿上弹的时候 手不离旋就非常重要 因为左手的按旋 很容易就会让琴失去平衡 当没有桌子的时候 放在膝盖上弹的时候 很容易失去平衡 就整个把整个琴给掀翻了 整个琴给掀翻了 那么手不离旋就保证了 它总有一个平衡的这样 两手同时平衡 按在旋上的这样一个动作 就会保持这个琴的平衡 同时手不离旋 这种保留指 让你时刻都知道自己的手指 是跟旋的这种关系 知道在哪里 我们管这种感觉 叫做旋感 那么挑这个动作 保留指呢 它的保留指的位置 取决于你下一个勾的动作 比如说 我们挑七弦 那么有可能保留指 放在五弦 如果下一个勾的动作 是勾五的话 这样就保证了 当你挑完以后 这个勾 正好就是你勾的那个 勾五弦的这个手指的位置 假如挑七下一个动作是勾六 那么你的保留指就应该放在六弦 假如挑七下一个动作是勾四 那么就应该把保留指 放在四弦 好 那么我们今天 在练习曲的时候 我们就 练习一个中间的位置 我们挑七弦的时候 保留指放在五弦 挑六弦的时候 保留指放在四弦 挑五弦的时候 保留指放在三弦 那么中间隔了一个弦 我管这个叫隔一保留 我们用隔一保留 来谈挑的指法 挑的指法 手放在五弦 挑七弦的时候 那么 中 明 小指 这三个手指 自然的 放在五弦 而 食指 放在七弦上面 要挑的这个七弦 挑拳的这个位置 是在大概你的指甲 上去大概三毫米左右 我们先把它找好这个位置 但是在挑的一瞬间 有一个弯指的动作 把手指 弯起来 当它直出去的时候 做出这个初拳的时候 它就会初拳发生 而这个初拳发生以后 和钩的动作一样 那么 这个食指要自然的停靠在 它的相邻 外弦 这个时候是相邻的外弦 也就是停靠在六弦 好 再做一下这个动作 上一次在讲钩的时候呢 忘了交代 在坐姿的时候忘了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你的双脚 我们讲到了身体 讲到了手 双脚要非常坚实的踏在这个地面上 两个脚掌都要落地 不能有颠脚尖 也不能有抬脚尖 只用脚肿落地的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出现 两个脚要坚实的踩在地面上 那么两个脚脚掌非常坚实的 百分之百的跟地面贴平 它可以是完全跟你的身体是平行的 也可以 也有一种情况 我的习惯是右脚稍微靠身体一点 左脚稍微离身体远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 尤其谈挥外的时候 那么身体有可能稍微往这边倾斜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的左脚稍微靠前一点 是比较有利于保证你的身体的这种平衡 身体的这种稳固的这种感觉的 但大部分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 身体是要中正的 身体非常的不能左摇右晃 只有在够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这是可以的 或者是弹高把位的时候 稍微往 稍微有一点往右 这是可以的 但大部分情况下 身体是要中正 那么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和勾挑都相关 就是强弱 我们古琴里面的强弱 我的主张是 古琴的强弱 要靠手指的运指来实现 也就是说 你的手指的运行速度 以及手指的运行距离 决定的这个音是强还是弱 还是弱 那么手指运行的距离越长 运行速度越快 这个声音就强 而手指的运行速度越慢 手指和弦之间的 在开始 勾或者挑之前的距离越短 那么这个声音就越弱 也就是说 当我们弹勾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声音最强 那么手指就伸得完全直 这个时候 它的距离和弦的距离最远 然后相对来说 下降的时候 触弦的一瞬间 它的速度就快 这个声音就强 当你手指也可以不离弦 这个时候 它触弦的时候 这个速度就是很慢的 力度也比较小 没有距离 它的声音就会弱 再演示一下 强和弱的勾 强勾 弱勾 那么还可以有中间的 无数的层次 也就是说 调整手指抬起来的距离 调整这个中指 伸直的这个距离 就可以调整出强弱 比如说中等弱度的 那么我手指就半直 它的和弦有一定的距离 但不是很远 这个声音就会是比较中度的 可以弹出各种不同的强度 我们再演示一下 勾 从强到弱 那么挑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运行的方向是相反的 当你需要这个挑最强的时候 找好了触旋点 你把这个食指弯到最大的弯度 不能再弯了 这个挑出去的声音就是最强的 你一点都不弯 这个声音可以很弱 弯一点点 离旋的距离是适中的 它这个音也是适中的 我们再演示一下 七弦上面 很强的挑 很弱的挑 中度的挑 那么我们从不同弦上 演示这种挑的强弱 是靠手指的运行距离和运行速度 而不是说靠你在那使劲的抠它 这样出来的声音是不好的 是发死的 要靠运行距离 有一个原则 勾挑的原则 就是当你手指触旋的一瞬间 它是有速度的 有一定的速度 是跟旋接触的时间越短越好 这样可以保持这个声音的纯粹 和这个声音的清晰度 好 讲完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学习练习取一 这个练习取一 古琴练习取一 练习取一 就是勾和跳的动作 没有加左手 全是散音 从勾一到勾七 然后再从挑七到挑一选 那么我把练习取一弹一遍 大家可以回去练习 感谢观看 好 那么挑的时候呢 正向勾的时候 当你到了七弦 无止可靠 无弦可靠 对不起 无弦可靠 那么挑的时候 当你挑到了 挑到了二弦 挑到 挑完三弦 三弦还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把 还是格一保留 但是二弦 就是零弦保留了 因为我们的保留的手指 跟要挑的那个 保留的这根弦 跟要挑的这根弦 它是相邻的 那么一弦 就是同弦保留了 我把这个叫同弦保留 手指 中 明 小指 还是在一弦上面 但是在挑弦的一瞬间 那三个手指要放开 这是最后三 散挑 三二一 的动作要领 那么 这个勾和挑 结合起来 就是我们的练习取一 刚才演示了一遍 那么大家练习熟了以后 要用它来练习音的强弱 也就是dynamic 那么你可以由弱到强 也可以由强到弱 我演示一下 由勾的时候 由强到弱 那么 那么挑的时候呢 由弱到强 那么 那么大家当然也可以 反过来练过来练习 这个练习曲 那么练习的时候 不要太快 可以慢一点 这个速度就可以了 跳也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 先不要加dynamic 先不要加强弱 先就是同样一个速度 同样一个距离 同样一个力度 同样一个强弱 把它弹下来 那么正向勾的时候 我们说了 要保持手掌 手臂之间的关系 角度不变 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说 挑当你由高到低的时候 这个胳膊 上臂有一个推进的 这样一个动作 总体来说 不管是勾还是挑 这个动作要领 你的手指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知道这个手指 手掌和手臂 手腕 这个角度 关系是合适的呢 你想象一个 和前面平行的一个弧面 你的手指 就像是在抚摸这个弧面 这个角度 就是合适的 这样一个 抚摸这样一个 想象中的 跟它平行的 这样一个 高出来一英寸 三厘米左右 这样一个弧面 这样一个角度 就是合适的 这就意味着 当你勾一弦的时候 手腕是稍微有一点 鼓起来的 当你勾四弦的时候 这个手腕是完全平的 当你勾七弦的时候 手腕稍微有一点凹下去 这样子是符合 我们做这个抚摸的动作 这个手腕和手臂之间的关系的 同时 不管是做什么动作 时刻提醒自己 两肩放松 呼吸均匀 身体中正 保持一种非常平和的 这样一种心情 弹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 谢谢大家